俄罗斯外交部23号宣布 作为对日本就俄特别军事行动 对俄持续制裁的部分回应 俄方决定无限期禁止 13名日本公民入境俄罗斯 这13人包括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 田中明燕 以及日本乐天集团创始人 三木古浩史 丰田汽车公司会长 丰田张南等多名日本知名企业高层 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 日本为迎合美国 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伤及自身 日本车企不太可能重返俄市场